詞人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詞人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他跟那個佳鑫師姐講 幾年前的事啊 大概十年 大概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前他到嘉欣那里去 这个宏华 在马来西亚 嘉欣的堂 尊平堂 他就跟嘉欣讲 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就是皈依他 皈依他 他是谁啊 他是我老卢耶 他十年前就这样子讲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 就是皈依他 就是如某某 如圣燕 十年前就这样子讲 超过十年 那更久了 怪不得 这十六年来他都没有给我红包 对 你看那个 人家那个麦师傅 来舞师啊 他每次来舞师我们都要给红包的 对不对 麦师傅 多多少少少都会给一点 这是一种礼貌嘛 对不对 对师傅的一种礼貌 这个十年前他就这样子讲 那个佳心师傅又问他 为什么你后悔归于他呢 他就讲一句话 这句话是很好笑的 因为我还没有归于他以前 我就有神通了 我就有神通了 神通算什么啊 有没有搞错 你有神通算什么呢 我们斜活不是斜神通啊 你搞错了 方向不对啊 你编着神通故事太多了啦 全部都是假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